还能一起走多远 想陪你再多一天 闭上眼 如果这一切重演 我不会变 小儿温馨的空间 因为有你在身边 就不再感觉到 害怕踏步走向前 一点一月一起一年 想不想永远 我们在同一个脸下 写着属于我们 未来的诗篇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于是慢慢发现 就算我们的爱有期限 不愿说再见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们都笑得很甜 一切停刻在一瞬间 停在记忆里面 最美的画面 因为有你在的每天 我们不抓紧时间换人 是会来不及的 这种舆论之下 没有电视台会买单 这一次 我欧英相可跟不跟随你 赵丽翔的视频出来了 我是赵丽翔 口口的账务 大家都忙 交流就少了 她的出轨 责任在我 赵丽翔 钱我们已经给了 你现在又出尔反尔 到底想要怎么样 我们大家这次来呢 就是想问问你 到底有没有对我们撒谎 三九卫泰 卫暖暖的 首先 我要为这次风波 向所有关心这件事情的人 表示道歉 我们这次来呢 就是想问问你 你到底有没有对我们撒谎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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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仇不诚啊 你说呀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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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呀 对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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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病 快打120啊 没有 ¡Ah! 没有犯了 快打1-2-0 你醒醒 辛苦了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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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慌张什么 头发都乱了 完了 完了 这次彻底完蛋了 你说得对 之前不是你针对我 是我自己太没有本事了 还真没想到你会怀疑自己啊 我不是怀疑自己 我是真的看清自己了 医生跟我说 要不是向小姐给我做了心肺复苏 我恐怕就不行了 我本来还对向小姐有偏见 我这次去 本来是想让她出丑的 以此来增加话题度 结果人家成了我的救命恩人 所以我求求各位同行儿了 别再去重伤她了 怎么 没看微博啊 现在热搜上面 已经没有项可出轨的事件了 全部都在刷项可正能量 项可另微不乱救人性命 所以这事都是你安排的 是老天爷帮你的 头发理一下吧 真是事实难料啊 原本以为向可人设崩塌 没想到经过这次救人事件 一百八十度峰回路转 没错 真是触底反弹了 其实抛开个人生活 项可的演技和业务能力 一向是有口皆碑的 这几年也一直处在上升期 其实夫妻之间的事情 如于饮水冷暖自知 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对于演员来说 演技才是网道 这里我们也呼吁听众朋友 明星也是普通人 多关注他们的演技 给他们留一些私人空间 是 既然有缘无分就各自安好 也希望向可能够尽快振作起来 走出感情阴影 获得新的幸福 这是今天早上 刚从挪威空运过来的 活的 知道葱葱喜欢吃海鲜 就算送他的生儿一步 以后啊 就不要在这种事上多费心了 小孩子 只是知道酱油和芥末的味道 重点不是鱼 是 是 不过大人 就不一样了 这条鱼不错 花了不少钱吧 没什么 证明 这 你捞得不少了 这真正的料理高手啊 不论是什么鱼 都知道如何下刀 速度要快 位置要准 刀法要精 否则啊 这再昂贵的食材 也会变成福 不是人控制鱼 而是你自己被负担不起的 这种名贵的食材所掌握 陆远洋那儿怎么回事啊 他这回是运气好 我倒不觉得他运气好 他要是有足够好的运气的话 你今天也做不到这个位置上 对吧 好了 不谈工作 我跟你说 在做刺身的时候 要是有人看着 那下刀就一定不能犹豫 刀法不准 弄得到处都是血 那还是小事 要是把自己搞得狼狈不堪 在观众面前丢了脸 那就叫难堪了 是吧 难得我有时间亲自下厨 您这刀法真是绝了 张总啊 您要多吃点鱼 补补自己的脑子 我呢 不爱做饭 希望 下一次 下一次 不要这么快 又让我亲自下厨 上门享用 张总您慢走 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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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总咱下一站去哪儿 以后别开这种车来进来 您不是说 我什么时候说过 现在上面已经开始盯着我了 知道吗 赶紧让司机开始车筒 张总那咱怎么走 打车走 ark丹 军安 又怎么了 没事 别搞这么紧张行吗 会老的 作我们这行还怕老啊 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能够永远年轻啊 这个 Cold Cold Call跟郑哲的新意 之前的事 谢谢啊 要谢就谢路远洋办 我也没帮助什么 拿着吧 这个行业没火的时候 都能同甘共苦 火了就要四番未了 别的不说了 我韩姐入行以来 都是有劫必还的 表达我跟Coco对你的谢意 什么脸这么神秘 四叔 你好你好你好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定把它搞定 哪怕用七七四十九天 哪怕用九九八十一法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定把 张晓明 你没看我背词呢吗 你啊什么 来来来来 过来 我求你我真是服了 坐这儿 你也来 你俩在这儿脸上快吧 啊 愿意怎么啊怎么啊 我去背词 别打扰我 我求你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 一定能搞他 来 四叔来了 给大家欠名了 好 来来来 来来 四叔 四叔 多加一个 多加一个 我一定把它搞定 哪怕九九八十一天 哪怕九九八十一法 干嘛你 干嘛 你看我干嘛 这词不是你写的吗 你是不是脑细胞死光光了 人超美剧 你超重发表啊 这不挺好的吗 帮你学一下数学 你以后可以做一个 什么学霸的人设 等你拍完这部戏 你就会剪二元一次方程了 剪方程有什么了不起的 那还二元一次 那我随便喝了水杯 在饭圈那 还两万一次起轿呢 这有事了 两万一次真的卖得出去吗 要真的卖出去的话 那明载的资产肯定不会比你少 当然卖得出去了 要我拿什么养他呀 对不对 我管你用什么养他 我现在很忙啊 你别烦我 四叔来了 四 四叔 四叔 那你爸来了吗 怎么来的 咱中午一起吃饭呢 看 四叔你都不认识 你怎么困难 就是那个 金海影帝 四叔 四叔 谢谢 没空人 别了 太厉害了 谢谢 谢谢 我们来到了 还有不是你真人数 你那么喜欢他呀 我何止喜欢 我简直崇拜 那明年我也整个影帝 你是不是就崇拜我了呀 盲目自信这方面 你可以得众生成就奖 我觉得你应该跟他 好好学习学习 你认真一点 别在那跳过水 都要让人担心的好吗 担心 你担心我呀 对啊 我们整个剧的投资一半 都在你身上了 我能不担心吗 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 那我剧本不是白写了 三长两短 三七二十一 九九八十一方 对 三七二十一 我听人家说 个子高的人都特别笨 是因为供血从脚供到头 供不上去太远了 所以脑子缺氧 认识你之后 我觉得这个理论实锤了 那我个子高有个子高的好处 那你看得见吗 那我个子高有个子高的好处 看不见 我告诉你怎么看见啊 看见了吗 看见了看见了 看见了看见了 控制书坚持住坚持住坚持住 我多拍地上 四叔 四叔四叔看这里 明天 眼睛 眼睛再披大一点 你看那是被 五股水汪汪的感觉 下巴 下巴正在尖 脖子长得多往回收一手 显戏 你这样披正见照 会被海关送进小黑屋的 屋的 对了 对了 发邮件给日本的滴接 要嘱咐它每天准备清真餐 每天四份 好 你终于要去日本了 是去工作 不是去玩的 我知道 我这不第一次出国吗 这心里多少有点兴奋 大家听好了 这个项目结束以后 我请公司的所有员工去度假 地方你们随便挑 别 别进 我先挑 我要去南极 那你还是做梦去吧 虽然这个项目快结束了 但是大家不要懈怠 这就好比足球比赛的 最后十分钟 那个文件弄好了以后 你亲自送到管理局 然后文件记得要带齐 明白 现在护照 证件照 就差俩人了 他们快递明天就能到 陆总还没来吗 好几天都没看上他了 行 先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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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啊 你家有卷尺吗 店怎么在店场没看到你啊 我去了 我以为没事我就先回来了 今天四叔来现场吗 我知道 我还拍他照片了呢 不过就是角度有一点高 你不是挺喜欢他的吗 怎么不想跟他合影 排队的人好多你知道吗 我想算了吧 我就先回来了 对了对了对了 这个 四叔给你的 上面还有鲸鱼 太好了 好帅啊 你是装着去帮我要的 爱你 干吗 爱你 你最近 情感方面还好吗 什么情感啊 分手的事都过去了没有 你不说我不知道我还有分手的事呢 那行 那以后 把这桌子搬开 这个地方放我的床啊 我就住这儿了 什么 既然情感方面都彻底地结束了 这房子空着干吗呀 一根住不害怕呀 是一根住不害怕呀 怕啥呀 怕鬼呀 怕杀人犯呀 怕教坊做的日期呀 我怕你这个鬼见仇 挺好的 你把心思都放在怎么应付我身上呢 一定不会胡思乱想 做一些过激的举动 做什么过激的举动了我 暴饮暴食 不刷牙不洗脸 暴风哭进深夜买醉 我给你楼梯面子 我就不在这儿赘述了 今天下午这期公众先发布了 关于流感病息 新情况的通报 我是流感病毒活动度呢 仍处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流感病毒没有发生变化 每周报告的流感养病例数 管理上升幅度游走下降 目前流感活动的强度上升幅度 已经呈现了节换排斥 齐飞还在北京啊 不知道 把他拉黑名单了 把他拉回来 发个微信问问 我才不要把他拉回来呢 再说了 我怎么可能担心他 要不你帮我发微信问问看 你俩的事儿我以后就不仓伙了 就看你这小表情 这情感的小天空还在动摇呢 我呢 就努力赚钱 把我自己卖的房子赶快赎回来吧 喂 妈妈 宝贝啊 你好吗 挺好的 怎么了 你爸爸让我问你 你现在和齐飞好不好 我们没什么事啊 就 就那样呗 挺好的 和我一起跳舞的小姐妹的女儿 在新王上看到你了 说你和那个小明星 没有 妈 你别听别乱说 就是工作 配合剧组宣传嘛 过几天就成亲了 齐飞没意见吧 她没有意见 互相支持工作嘛 在一块儿吧 你们俩在一起吗 没有啊 她不在上海 她出差了 出差了 去哪儿了 北京 去北京了 我们在新闻上看到 现在流感挺严重的 要不要我们给你寄点药过来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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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别瞎操心了啊 她什么都不缺 她好着呢 那没事 我挂了 好好好 好 挺好的 没事是吧 没事 来 你喝口水 我 走 不知道哪个人昨天晚上脱了衣服 在家里的小区鞦韆荡 还说是自己什么人渊泰山 你这外面嫉妒吗 你看 感冒了吧 是为了给你唱首歌吗 我是隔壁的泰山 抓住爱情 哎哎哎哎哎哎 没事吧 走走走 去医院 去医院 我去医院 我去医院了 我男生 去医院了 不是 为什么 我不想打针 打针好疼的 不要在这里装幼稚 给我同情啊 把自己搞得像是一个 爹不疼娘不爱的人一样 还有我呢 最讨厌你 老黑山老妖 我传染给你 哎呀 别闹别闹 跑了再闹 媳妇啊 不是我不想去医院 我完全是为了你好啊 你想想 医院那里那么多天使小姐姐 穿着性感 性格温柔 我呀 真的怕我一到了温柔香呢 就有去无回了 你可能这辈子都见不到我了 我呢 也算是因祸得福 行行行 那我给你写点慕志明啊 趁你现在还有口气 你来选一选 走 一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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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叔叔 是我 我听你好说 你上北京出差去了 北京最近这流感挺厉害的 你可自己千万当心啊 多穿点衣服 别着凉 还有啊 那些八卦新闻 你千万得少听 你好跟我说了 那全让人家瞎编出来的 其实这孩子也是 那剧组题什么要求 你就答应 其实这都可以商量来了 是吧 放心吧 叔叔 你理解就好 没什么 你俩不是挺好的吗 都挺好的 自己多当心 保重 自己是要怎么办 你还没办法 在家里面 还有一个人 自己会给你 自己的 自己会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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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别在这儿睡啊 在这儿睡容变干湿 清醒清醒啊 再整会儿啊 咱们换个地儿浪 想想咱下一场去哪儿啊 张哥说搞了一个德铺局 小刘说弄了一个真CS 但我觉得吧 咱们应该去画画脑子 咱们密室一下怎么样 飞哥 我现在啥都不想玩了 我就想回家 你能不能把我当个屁给放了 放不了 小爷我 好不容易重返交际拳 咱就得熬最深的叶 泡最浓的枸杞 这才哪到哪儿啊 继续 干干干 飞哥 我们真干不动了 你分手我们不能没命啊 就是 我媳妇刚刚已经打了几个电话了 我要是再也不回去 明儿你们上面去帮我收拾去 都是分我手的人 哥们儿岂能理解呢 你不就想让他求关注吗 说话负点责任 我需要谁关注吗 我需要他关注吗 他把我都拉黑了 我都关注我的屁 你要是不服了他 您怎么知道他把你拉黑了呢 您想怎么去 俗话说 你的表演他试不信 既然连试都不是了 意思意思就得了吧 干嘛把命都豁出去啊 更何况人家跟大明星都夜观俱本了 你也得向前看哪 谁跟谁夜观俱本 你怎么着那么清楚 你怎么就那么八卦呢 一个老爷们儿 再说 他跟谁看跟谁看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小爷我早就梦忘了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我早就想好了 这三年我天在家陪他吃泡面 喝酒 打游戏睡觉 无聊 你不知道我错过多少局 错过多少密 他凭什么呀 他自己心里还没 心里没有个数 还拉黑我 怎么那么不要脸 跟人晚上看剧本啊 不一 我不都找你们 还想着去密室咱动脑子去 拉黑我 不要脸 超不要脸 是不是 别想着 섹吴 不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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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西飞干得漂亮 我还担心你 我真的是个大傻子 江西飞再见 再也不见 变到未知 有些事没当时统统成功 或是变到未知 那世间从不停回忆解释 演过几世 变到未知 好故事都相似 曾有根本 都是你 变到未知 不再多去追问 你就可以是 才有意思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没话说 我十点钟的飞机回巴黎 耽误不了你几分钟 屋顶漏水了 我刚进门的时候 看到了一青椒 我以前帮人修过屋顶 所以认识 两次都没有帮到你 抱歉 你要是真的想帮我 就在我们的剧开播以后 打开电脑多点几次 增加点击量 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也别绕弯子了 我想我女朋友了 我大学刚毕业那会儿 当时一心就想了出户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女朋友 在做翻译 为了让我报名 各种出国的考试 她拼命工作 可是她自己呢 却连本词典都不舍得买 我实在是太愧疚了 就跑去工地去帮忙 也就是那个时候 我认识了李青椒 在我们那个年代 靠熟人介绍出去打工 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 可当时出国的质押金 就要五千块 我们两个省吃俭用 起早贪黑 用了一年多 才凑够这五千块钱 五千只够一个人吧 我当时听说在国外 一个月就可以 往回寄几千块 所以我就想 我先出去 等有了钱 再让她出去 然后呢 我出去没多久 她就回老家结婚了 后来我回国发展 事业倒是越做越好 可是之后的几任女朋友 包括老婆 都是希望在我身上得到些什么 真正是爱我这个人 而不是我的资产的 就只有她一个 回忆很美好 但只要有了然后 就不会是一个爱情故事了 你觉得我还有机会错过什么呢 还能有几次机会 我有时间吗 真的会再有一个故事吗 爱情故事又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至少你的事业很成功啊 至少你的事业很成功啊 那么多人一无所有 你也不要太贪心啊 可是我愿意换 换你 我第一次在巴黎见到你 就在你身上看到了她的影子 你只是不习惯失败 我就是喜欢你这么直接 你该走了 你离开我是因为动了感情 今日离开 你知道我会为了你离婚 请你出去 你怕影响我公司上市 出去 陆远洋直到现在都没告诉你 我们见过面 你们见过 还打了一架 如果不是这样 我还不知道你在我心里有那么重要 谢谢 晚安 这人怎么这样啊 巴黎给你送你回来 一口水都不给喝 你当我是中午宴啊 老陆 为了纪念你这个做手术的好日子 咱们一块拍个照留念好不好 你别挡着 你别挡着 来 好嘞 疼吧 我今天晚上睡哪儿 你家 你家 不 我是来照顾你的 我只是做了一个手术而已 而且是维创手术 我不是残废 我不需要人照顾 不是 你说是不需要照顾 那结果还不是让护士给我打电话 让我去接你 麻醉药都没有过 你就要开车回家 你疯了吧 这是麻架比酒驾的性质更恶劣 老姑啊 人都有生病的时候 被人照顾 不是什么难堪的事 真生病了 没人照顾 没人关心 那才叫可怜呢 你现在闭上你的嘴 迅速地离开这里 就是对我最好的照顾了 你说真的 谢谢你两百遍 那我就回去了 不松 你有任何需要 给我打电话 好 玲玲啊 谢谢主隆恩 照顾好自己 你真的是阴魂 你几岁了呀 拜托 我 我以为是下枪 我说你跟时宜打架 你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彻底从我生活中消失 你这样只会让我讨厌自己 干吗讨厌自己 又不是你打架 我又不理担心你啊 我 打架的时候不是挺厉害 现在装什么可怜 你怎么了 没事吧 疼啊 疼啊 动手术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 我就是怕你像现在这样 小题大做的 是不是因为打架打的 不是 是胃溃疡 那你怎么去的呀 谁帮你签的字啊 当然是我自己啦 我是一个成年人了 我知道 是夏强告诉你的吧 我就是不想要让你看到我 现在这副迥样 谁知道你又会说出什么 讽刺我的话 我是没有力气跟你PK对打了 想休息就回家休息吧 我是可以照顾我自己的 我不是不放心你 是我家漏水了 没办法住 你还记得 我被赶住到李四的那天吗 当时月灵买CEO吃饭男是你 我只是陪你出席的花瓶 可好死不死 我被拍到了 之后开会 他们甩述照片 把我当成商业间谍逼问 可是你一句话都没说 对不起 在那个时候 我的确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时你处在CEO之战的 关键赛点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你 等你出错 大家知道我们的关系 他们那么对我 也是想逼你出来 我有的时候在想 如果我是你 我也会借着这个机会爬上去 我吗 不过是一个小员工 无论如何牺牲我都是对的 对不起 当时我就在想 只要我当上了CEO 坐稳了位置 就把你抽回来 只是没想到 你就用最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把我们公司最核心的客户资料 都卖给了凌美 因为我当时恨你啊 当我忠悟悔 走出奥利斯的时候我就想 我一定不会绕你的路 比我的路更好走 我也恨你啊 你就这么不告而别 就像在世界上消失了一样 一点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我确实走了一段非常漫长 也非常艰辛的路 我本来以为 我看到你残兮兮的样子 我会很开心 可是我却觉得很难过 所以你千万不要死掉啊 你得活着 如果你死了 这世界上就没有坏人了 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反派 那该多无趣啊 做什么坏事都没有人分享 多可怜 如果做反派都这么可怜 我会觉得很羞耻的 我只是觉得你 很好笑 怎么会有人说自己是反派呢 要说 要说 我才是那个终极大老师才对 你会不会觉得 在我身上 就没有学到别的吧 我们之间 没有美好的人 没有美好的回忆吗 可能真的没有吧 我是这么一个 糟糕又不懂得生活的人 想我可就不好了 能少一个是一个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于是慢慢发现 就算我们的爱有期限 不愿说再见 在这温暖的房间 我们都笑得很甜 以前 情歌在哪里 你要在这儿 就要是否认识 你不愿望 要是否要有点 事故 你不愿望 你又知道 你不愿望